哈喽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还是真的不错啊,咱们书接上回,昨天呢,咱们说到了啊,我老婆啊,种了小BB病毒,现在在隔离当中,而我呢,有没有得,今天早上啊,我就赶紧做了一个检测,自测啊,哎,结果表明啊,还是阴性哦,所以我就说啊, 啊,我是世界上可以讲是第一人啊,先与病毒共存第一人啊,为什么叫与病毒共存第一人呢?相信大家都说了啊,我们在新加坡,我们新加坡早都与病毒共存了,没错啊,我为什么与病毒共存呢? 我是真正的与病毒共存,因为我跟我老婆共处一室啊,就这么大点一小房间啊,还躺在一个床上啊,更更更更更更恐怖的是啊,因为我跟我老婆的关系啊,我们俩的关系非常之亲密,每天晚上都要亲亲啊,前一晚我还亲了他,这算不算秘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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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啊,一个健康的身体的人啊,去接触一个有病毒的人,哇,我感觉这个包括辉瑞,包括莫德纳公司啊,都很需要我这样的人,我敢跟病毒啊,直接来个正面交锋,是不是?来,往我嘴里来,是不是?哎,怎么着,还就没事,是不是? 你说这病毒生气不?哎,其实我也不能说的太大,万一明天,是吧,变了呢,暂时还没事,是不是?所以今天啊,我还是很开心,我嗓子也不疼,哎,我也不发烧,然后我检测也是正常,哎,你看我开心不开心,是不是?朋友们,所以说啊,我就想跟大家说,你说第一,疫苗管不管用,啊,我是今年应该是四五月份,我又打了第三针的辉瑞,是吧? 说明这个抗体啊,哎,肯定是有用了,对吧?然后呢,这个抗体能不能扛过这个小BB病毒,啊,现在是未知,啊,当然说了,如果美国的科学家需要研究我,啊,我可以为了人类,对不对? 献出我的一管血,啊,你们拿去研究研究,是不是?万一我就是那个最终克服COVID病毒的那个地球拯救者呢,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,对不对? 当然了,如果我有这个能力,我一定会站出来,啊,帮助全世界来解除这个COVID病毒,QQQV,是吧? 把他杀死,啊,省得弄得咱们,是吧?出门戴口罩,啊,像我们国家弄弄弄就隔离,是不是?多难受啊,啊,像我们家人在中国,现在几天就检测一次,是吧? 哎呦,想想他们都痛苦,第二点呢,就是我要说的是,近期呢,新加坡这边推出了二架的莫德纳疫苗,相信呢,有些朋友也赶紧去接种了,在此呢,我也呼吁大家,你们如果时间到了,或者没打第三针的,赶紧去打这个二架疫苗呢,它这个疫苗啊,是最新的,对最新的病毒呢,也有一定的抗体,啊,所以说呢,大家赶紧去接种这个,来保护自己,那至于说我日后会不会 会不会变异啊,你们一定要坚持住,如果你们突然晕倒,啊,你们要用出吃奶的力气,来抠自己的人中,啊,醒来 啊,是吧,不能就那样睡过去,是不是?所以说呢,啊,今天说了两件事,第一就是自己接种了疫苗以后,产生了一定的抗体,啊,导致自己啊,现在还没啥事,是不是? 第二呢,就是呼吁大家啊,就尤其是咱们这些屏幕前的朋友,赶紧去接种二加疫苗,对不对? 尽量啊,别得,你想我老婆这两天,咳嗽,发烧,这是必须的,啊,发烧谁都发烧过,对不对?很难受,谁也不愿意这样 好了,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接下来如果我有什么异常啊,我还会及时向大家汇报,谢谢大家的关心,拜拜 拜拜